今天在中国国内召开的两会 不仅受到了国内民众的关注 也引发了海外华人华侨的热议 生物学专业毕业 目前经营农业方面生意的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邵文表示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 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关于农村人口脱贫和增加森林覆盖率的内容 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 首先就是说2020年真的是 对于中国人来讲是相当不容易的一年 在全世界疫情泛滥的情况下 中国是率先控制了疫情 而且在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经济 都在负增长的状态下 我们依然保持了2.3%的增长率 这是相当的不容易 另外让人感到非常振奋的事情 就是中国有550万的人口脱贫 这牵扯到50多个贫困线 也摘掉了贫困线的帽子 在中国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环境下 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 在十四五期间 中国的森林覆盖率要达到24% 大家知道现在美国的森林覆盖率 也只有33% 那印度只有23%左右 我们2020年是21.36% 那能够达到24% 也就是说这十四五期间5年的时间 中国的森林覆盖率要提高3%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另外我感觉到自己比较振奋的 就是说中国的城市人口 要在十四五期间达到65% 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的发达国家 基本上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例 是80 20 也就是说80%要是城镇人口 20%是农业人口 这样才达到一个发达国家的一个标准 那现在的话 65%首先我觉得就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另外提供了一个信息 就是说中国要达到80%的城镇人口的比例 还有15%的空间 那正常的城镇人口的转化率 一般每年是2%到3% 所以说十四五以后的另外的 还有五年的时间 是中国可以高速的发展 加上十四五 这个整个未来的中国的十年 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前景 作为海外华人 看到这些点是感觉到相当的兴奋 中国在2020年已经完成了农村脱贫攻坚的任务 美国杭州商会会长周刚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30年前他曾经就读于农业大学 对于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以及农村的生活状况非常了解 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样的任务 是非常了不起的 中国的农业人口和农村的土地 占了中国的一大半 农业不光是为了城市提供粮食 水果和蔬菜 禽肉 其实农村的人口这一大块 也是我们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因素 特别是现在到了互联网和AI时代 我们仍旧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 我觉得首先是在人才储备方面 我们怎么使农业院校能够遭到好的学生 怎么样使这些好的学生能够到农村去 能够安心的在那边工作 为农业的发展发光发热 第二个我觉得农村的医疗水平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跟城市相比还是非常落后 在这一块我们今后还要加大努力和投入 再一个就是现在农村的人口机构问题 农村的年轻人都往城市里面跑 留下来的大多数是年长者 怎么样能够使这些年长者能够幸福的健康的 过好他们的晚年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课题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凤卫视剧 Goncal